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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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决定不卖白糖给黑人 只卖给白人 我和母亲一起上公车 我坐在司机后面的空座上 因为我过去常常坐在祖父卡车前面 那对我来说很自然 公车司机说 我要等到这里恢复秩序才开车 你看看标志 司机头上的标志说 有色人种坐后排 如果你和家人在市中心 你看到一个白人家庭像你一样 从相同的人行道走来 黑人家庭必须走下人行道 来让白人家庭通过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会被认为是不尊敬白人 他们可能会踢你 打你 或者把你投入监狱 我父亲曾经雇佣一个老黑人 有一段时间 我那时大约八九岁 一天晚上 我们大家坐下来吃晚餐 我继母准备了鸡盘食物 然后从后门拿出去给那个黑人 我问父亲 为什么他不和我们一起吃饭 我父亲说 因为黑人不和白人一起吃饭 这不是我能理解的答案 因为这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道理 我回家问母亲 父亲 祖父母 曾祖父母 为什么有种族隔离 他们告诉我 事情就是这样 不要管 不要惹麻烦 你还记得 洛伊德沃娜被私刑处死的事情吗 他被从监狱里提出来私刑的时候 我刚好到城里 我看到一大群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所有白人带上他们的孩子 然后还把他们的孩子抱起来 看着他被吊在树上 后来他们在草地上点火 活活烧死他 然后他们把他拖到黑人社区 当作警告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 我到现在还觉得不舒服 我们不能再等 我们无法再忍耐 我们要自由 而且现在就要 这是我当时在华盛顿大游行上说的 我们不要逐渐去的权利 我们现在就要自由 我们已经厌烦了全职工作 却只领半薪 我们已经厌倦了生活在破旧 老鼠出没的棚屋和平民窟里 我在1958年认识马丁路德金博士 那时我18岁 认识金博士 有机会和他共处 非常难以置信 不可思议 我喜欢他 美国伟大之处 就是能为了争取权利而抗争 他结合了睿智 勇气 琉璃口才和道德力量 这样他成为当时的动力 现在授予你 诺贝尔和平奖 金博士充满希望 他非常乐观 他15岁上完高中 19岁完成大学学业 他在22岁时拿下了神学学位 并在26岁获得博士学位 金博士在20岁时就显出了超龄的自律 成熟 他在26岁时就成为全国性的领袖 所有支持的人请站起来 他对人类近况有很强的优秘感 我被打的太多次已经有抵抗力了 我不是别人告诉我关于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的 这是我在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差不多每个18到30岁并生长在二战间的年轻黑人 都经历过暴力的洗礼 所以当金博士的家被炸掉后 他们做了他们被训练去做的 他们带着枪来准备保卫金博士 甚至投入战斗 但是金博士对他们说 不 拿着你们的枪回家去 他说我们必须寻找更好的方式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将会造成更多伤害 他没有回避冲突 他没有回避被捕 但是他的确避免暴力 他的非暴力运动说明了金博士这个人的本质 民权运动需要加上甘地所指导的非暴力运动方向 我们孟格玛丽的黑人公民投入了非暴力抗议 反对我们多年来在公车上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马丁路德金受到甘地的启发 他的运动同样也是非暴力的 非暴力的消极抗争 但是仍然坚持以爱为武器 甘地组织了一次往海走的食言运动 大家自动走上街头游行 华盛顿大游行运动的倡导者 蓝道夫说服我们 有组织的活动会更好 当时全国对这样的游行非常支持 我们要走在路上 完全不会影响到别人 当时的美国人将1963年 视为解放宣言的百年纪念 将1963年标志在后奴隶时代里 黑人获取真正完全的自由的时候 在1960年代 1963年获得自由 成了黑人的标语 刚好华盛顿大游行在1963年举行 所以也成了这个活动的标语 黑人要求社会做出改变 没想到白人也加入 他们也相信这样的诉求 这非常重要 我投入肯尼迪总统的竞选团队 他知道我和马丁路德金 有紧密的关系 因为我和他一起工作几年 他们在争取非裔美国人选票上 遇到困难 所以他们决定成立竞选的民权部分 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的初夏 邀请我们去白宫见他 在和肯尼迪总统会面时 兰道夫先生用他的男中音说 总统先生 黑人群体焦躁不安 我们要在华盛顿举行游行 没有人将你的权力双手奉上 你得自己去争取 我参加示威运动 然后背部 几天以后我们六个人 包括马丁路德金博士 在纽约市会面 在那次的会面中 我们邀请了四位主要白人宗教和劳工领袖加入 一起号召民众参与华盛顿大游行 我们走遍美国 教导和传播并敦促人们前往华盛顿 不论是组织交汇巴士 坐火车 乘汽车 搭飞机 都要在1963年的8月28日到达华盛顿 有什么问题 立刻联系负责人 他们会处理 不要自己采取行动 最重要的就是有秩序的游行 我们决定华盛顿大游行 是一场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的历史事件 一下公车就感觉到爱在空中飘荡 感觉到爱在空中飞行 I remember the morning 我记得1963年的8月28日上午 我们走上国会山 一片人海从联合车站涌出来 大家已经开始走 所以我们就勾住彼此的手臂 我们一起去 然后我们被推移到华盛顿纪念碑 并继续前往林肯纪念堂 那天好像过节一样 有点像野餐的气氛 大多数人在草地上或坐或窝 他们带了午餐 并享用他们的午餐 我让我的三个小孩坐着看 气氛非常感人 华盛顿大游行是一件伟大的事 它从很多方面代表了我们国家最好的部分 首先 整个游行没有暴力伴随 25万人聚在一起 25万人有充足的理由表达愤怒 但就是没有暴力 我很荣幸为各位介绍马丁路德金博士 我今天很高兴加入你们 加入这将成为我国历史上 为了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伟大的集会 演讲的前几句会让你振奋 它像诗意般的美 现在是我们国家走出种族不平等的流沙 踏上充满手足之情的磐石的时候了 到时候了 真是让人振奋 每个人都精力充沛 你为自己在那里感到自豪 站在那儿听马丁路德金演讲 看到成年人感动的哭泣 现在是走出幽暗荒凉的种族隔离生物的时候了 他深深感动每个人的心 到现在还是一样 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 这个国家将会奋起 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 这个演说很有包容性 它代表了我们所有人 它代表了整个美国 所以它不再仅仅是一次抗争 不仅仅是一次争取民权的游行 而是一次争取人权的游行 为所有的人 终于自由了 终于自由了 感谢全能的神 我们终于自由了 那天下午 肯尼迪总统请我们到白宫区 他站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 欢迎我们每一个人 那是个重大的日子 肯尼迪会见民权运动领袖后 很有感触 他像是一位自豪的父亲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你做得很棒 你做得很棒 当他来到金博士的面前 他说 你有一个梦想 1965年3月 是漫长的民权斗争中 另一个转折点 我们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 并立法 但是仍有成百 成千 成万的有色人种 无法登记投票 仅仅是他们肤色的原因 我们愿意为了民主遭到污打 让你能在街上 行使民主的权利 你残酷打人 让他们无法登记投票 我们是来登记投票的 你成为我们郡的警长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登记 这也是你不希望 他们登记的原因 这些都是达拉斯郡的居民 他们来登记投票 你心里清楚得很 警长先生 1965年3月 星期日 教堂礼拜后 我们600多人和平地组织起来 从塞尔玛市一路走到 蒙哥玛丽和州议会 向阿拉巴马州州长 及整个国家 表达我们登记投票的意愿 我们继续走 直到听到阿拉巴马州警 及一名男子说 我是阿拉巴马州警 约翰·克劳德 这是非法游行 不能继续下去 我给你们三分钟 疏散并返回你们的教堂 这个游行不能进去 他们向我们逼近 用紧棍打我们 起码踩踏踏我们 放吹雷弹 我被一名州警 用紧棍打到头 我被打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被打的 但是我知道我被打了 我在桥上被打成脑震荡 我以为自己要死了 那个周日 被称为血色星期 第二天 周一早上 马丁·路德金 一早到医院病房看我 他说 约翰别担心 我们一定会从塞尔玛 走到蒙哥玛利 而且投票权力法案 一定会通过 我们有权走到蒙哥玛利 只要我们的腿走得动 他通知我们 他已经请求各界宗教领袖 牧师 神父 犹太祭司 修女 来到塞尔玛 有超过一千名的牧师 及其他宗教领袖 星期二来到塞尔玛 一起走到我们两天前 被打的地方 他们说 誓死不让我们再来这里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们来到这里 站在阿拉巴马州 拥犬者的面前 没有人能让我们回去 血色星期日 特别的是 那是星期日下午 全城都有录像 所有人都看到了 月底之前 总统站在国会联席会议前 介绍投票权力法案 我们将抵达应许的美地 我今晚很愉快 我不担心任何事情 不害怕任何人 我已经看到了神的荣耀 今天晚上七点 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 遭到枪杀 他是参加密西西比州 一所黑人大学的庆祝活动 活动在卡内基大厅举行 艾林顿公爵也出席 马丁路德金二十分钟前逝世 马丁路德金博士被枪杀后 在全国引起震撼 整个国家为之震荡 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 你听到他被枪杀了 即使到了今天 还是很令人难过 一个人被杀死了 就像甘地被杀的一样 一个生命陨落 当我们听到这个新闻 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我的心都碎了 他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许多白人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这让人感到很欣慰 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的促势马上给美国主要城市 带来骚乱 大规模的暴乱 抢劫及纵火 暴乱 抢劫 流血事件 在首都华盛顿最严重 需要充足的警力 才能控制住华盛顿的局面 我记得从威尔逊桥上远望 华盛顿的各个角落 都冒着烟 我认为马丁路德金的丧生 让我们很难过 他举行和平抗争 经历各种羞辱 我们从窗外望去 看到商店起火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纵火 我们拉上百叶窗 一直祈祷 一直哭泣 看到人们四溢 我让我很沮丧 他们想不拉 而后 那颗子弹没有杀死马丁路德金 他将他的灵魂解脱出来 马丁路德金 现在远比过去对全世界 具有精神影响力了 我想告诉美国人 还有全世界各个国家 我们正在行动 种族主义的潮流 不能阻止我们 情况日益进步 每个时代在改变态度方面 都有所进步 这是指种族问题方面 奥巴马当选总统时 我非常激动 我95岁了 从来没有指望 在有生之年 能见证这件事 从来没有 今晚我们再次证明 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 不是来自强大的军事或财富 而是我们对理想的坚持 民主 自由 机会 还有希望 马丁路德金和奥巴马 是一脉相承的 这件事超出我们的想象 超出我们认为可能的范畴 奥巴马成功当选的意义 不仅在于非中意美国人的改变 更在于全美国人民的变化 他是我儿子的统帅 我的儿子在军队服役 对此我感到非常好 奥巴马总统知道 他是站在成百上千 曾经流血被监禁过 甚至献出生命的人民的肩膀上 华盛顿大游行的50年之后 或是从塞尔玛到蒙哥玛丽游行以来的48年 我们取得了可观的进步 原有的歧视标语消失了 如今人们唯有在书本 博物馆或者是视频里才能看到那些歧视的标语 他们消失了 不会再回来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成使命 还没有到达金博士所描绘的充满爱的社会共同体 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我们经历长期的种族歧视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权运动是一则难以置信的故事 一则难以置信的美国人的故事 但我们必须将它讲述给新一代领导人和新一代群体 我们必须让这个国家知道 让这个世界知道 我们必须对抗三个层面的邪恶 我认为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带给人们希望 让人们看到 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也许人们早已知道 但需要有人敢为人先 我致力于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以各种方式传递下去 我认为不仅是美国人 全世界都应该了解这段历史 运动以及人们的挣扎 我认为金博士 甘地 曼德拉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引领我们走一条和平之路 曼德拉的抵制公车运动 与马丁路德金运动的相互关系是 他们都采用非暴力方式 他们互相交集 我想这个世界将这两次运动 看作是成功达成和平协议的里程碑 马丁路德金的名字是一个传奇 甘地的名字也是一个传奇 我们需要许多的甘地 也同样需要许多的马丁路德金 我们有数百名人权运动者 社会工作者 他们不仅追求人民拥有的权利 还在努力争取教育和平等权 我们将能一同工作 一同祈祷 一同努力 一同入狱 一同维护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我们好感谢 我们好感谢 суд者 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